我不是潘金莲1942手机 以上几部提起来都是大萤幕上口碑热度双赢的电影作品 这也使得作为原著作者的刘振云老师在娱乐圈的段位可是高得很 这不最近刘老师又进军电视萤幕了 今日大型文化综艺类节目向上把诗词在京举行发布会 作为名师团的两大主力刘振云蒋方舟惊喜现身 既然节目的主角是传统文化诗词 不过面对选手们的精彩表现 身为导师的方舟同学竟然表示有些遗憾呢 我从来没有被挑战过 就是因为其实一直都是坐在这个点评的导师的洗胃上 然后自己也有些遗憾 那其实在这个挑战里面会有一个环节 就是当他通过最上面 当挑战者通过最上面的这个冠军团之后 会向导师发起挑战 是由我刘振云老师和几人海老师 但每次所有的这个选手 他都会选刘振云老师来挑战 所以我说这个我感觉是在我 我刚刚在那个发布会上的时候 感觉是我这个婚恋市场命运的一种重复 就是永远在等待从未被选择 所以一直很遗憾没有被挑战 向上把诗词不同于以往的诗词类节目 堪称史上最大规模全民参与的文化节目 由100位诗词爱好者组成的英雄挑战团 对阵另外100位诗词强者组成的荣耀手官团 作为自己的电视综艺首秀 发布会现场 刘振云老师就爆料 节目吸引自己的除了高品质 还有逆天的颜值担当 它像民主的巨蛮 将其好东西都够了 它比起比较好 第二个 它比起慢 只是第一面好 越来越对人说话 确实不漏不合 这是永远 如果讲话的时候 我这个诗词来的 我就这样的诗词 确实不漏不合 果然是金剧王 而眼下的娱乐圈 由文学作品改编 包款影视剧的情况不在少数 那才女蒋方舟未来 会进军影视圈吗 我是一个没有电影梦的作家 我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作家 都好像应该有一个电影梦一样 我没有电影梦 还真是树叶有专攻呢 向上把诗词将于8月13号 正式开播上线 一起来学习长知识吧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